好好的过来解决的话就就来解决 如果不来解决的话又怎么了吗 太假了 是吧 家人们 你们觉得他是不是装的 如果视频你们看了没有 如果看了没有不来解决的话 不来解决的话 叫他晚上的时候不要今天是少少少出门 今天不要一共出门 你太少出门你没事 我还以为今天有事 我今天我今天我就 挂楼 咱们就正常的聊天就行了 家人们 他还真跑到医院去了 他还想要十万 我感觉那个视频 我都他还说什么出血过多什么的 妈妈妈妈 嘛妈妈咪 妈妈 你们妈妈对你 heard this 什么话 像一下吗 丈夫 什么什么嗨 mycket 兄弟 还有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听不懂啊 让阿妹找个人嫁了 阿妹身体不好啊 阿妹有些时候你还是挺少的吧 毕竟你妈妈年龄也大了 她在世的时候她就很想让你看着 看着你出嫁的那种 你看这几个月她身体也越来越差了 那阿妹有男朋友的吗 已经有了的吗不担心咱 她妈妈希望阿妹找个诚实的 靠谱的赶紧嫁来 然后这里她也有点放心 我妈妈说了什么你们想听吗 不是什么好消息 嗯 妈妈 我给他以来是这个余人的 有一个狗的一样 他那些的女朋友 他自己会不要 所以理解他 我一直都要打的 他这一个狗的女朋友很好呀 我给他翻译一下 我去翻译一下 阿姨的意思就是说阿美现在年龄也不小了嘛 然后她爸爸就走得早 她一个人把阿美男人承担也不容易 然后叫阿美早一点找个合适的人嫁老 然后这样她就更放心 因为每个父母都希望 自己的女儿就是到一定的年龄 就疯疯怪怪的嫁出去 然后后续她的身体也不好嘛 这几个月你们也看到的老师吃饭吃的也很少 所以然后她是看到阿美幸福的嫁过去 万一她有什么事情 她也就放心安息的那种 阿美你也还是 我觉得你也是提一下你妈妈的嘛 毕竟你妈妈真的一直都在牵挂着你 她也应该很想看到你 就是找个幸福的对你好的人 这样子去了也许她的毕竟会好一点 她每次都是这样子 挂念着你 然后再加上她身体又不好 你也看到的这几个月她都憔悴了很多 看着都老了很多 不是有阿飞哥吗 那我阿飞哥 那我阿飞哥她也没有说要娶你啊 肯定要娶的 你要找一个靠谱一点的诚实一点的 王飞哥就远比就很好 她就很诚实啊 她肯定会娶阿美的 对阿美很很 她说要娶她了吗 嗯 她说要娶你了吗 肯定要娶她了 不是我我现在是 嫁了我现在是有男朋友的人对不对 我是有男朋友的 我怎么可以就随便去嫁人呢 哎王飞 你妈妈生病这么久了 她应该也都知道了吧 这么久了她都不来看一眼 主要是最近买不到车票 唐姐 借口吧 她自己都有车 不是她没开车去 她有点远 所以她最近人家都回来过年那些 都买不到车票的 我以前看到那个他们 就你们也看过了 那个表白视频 我觉得挺感动的 但是现在看来的话 有可能她只是玩玩安眉 怎么可能 没有 唐姐真不可能真不可能 哎呀这种事情我见多了 王飞她 对吧 家人们 她那么有钱 身边的美女多的是 她有可能只是玩玩安眉 她美女她提出的也对 我也是这样觉得的 应该真的 你们有钱 还是找个随时一点的 一旦那的新鲜改过去了 你妈妈也发现了 不会的王飞哥那不是这样子的 你怎么知道 我跟王飞哥认识很长时间了 只是她没买到机票赶不回来而已 你觉得王飞哥怎么样呢 不是说不来看你 啊 王飞哥看都没看过吗 你没想过 就是上次上次那个 见过在家里面 她来家里面的那个 我们一起的 你看到过的 她不是 她不是 她要是真的想 她要是真的想娶你的话 这一步一步来嘛 就是现在已经给她表白了嘛 你那在一起了肯定还是 要先见双方父母啊 慢慢慢慢的才会 王飞多好 王飞 真的王飞很好了 王飞是不是个好男人 你们怎么知道 她肯定 又不了解她 她家里面 认识很久的 她肯定要跟我在一起的话 我们肯定会慢慢的 那个嘛 这王飞的一口气就去弄我行了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王飞啊你 你们在王飞的一口气就弄我了 啊 在王飞的一口气就弄我了 想不弄我了 王飞的一口气就弄我了 从不弄我了 从不弄我了 我还没喊你 就不弄我了 那你去找我了 那你去找我了 你找我了 王飞什么 什么意思啊 她说王飞不是人 啊 我妈妈说王飞不是人 她说是人的话 为什么跟你在一起那么久了 一个电话也没有 一个消息也没有 人也没见到 就说 就说 不是阿姨 妈妈说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真的 那你说一下 他们互相喜欢很久很久了 我们也不管抖音 只是说 会说普通话的就跟他们说嘛 反正翻译的话可能他们也 哎呀 感谢你也知道的 王飞哥你是 你这可能你是最 就是家里面的人 你是最熟悉的 你也知道王飞哥这个人的人品的 小小这样的 王飞哥确实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哈 像王飞哥这样优秀的人 男朋友生老公是不一样的 他生病的话好 绝对不会缺女人的 所以他只是 就是带阿妹去玩一下呀 除非是普通的朋友观 所以他真正不会缺阿妹的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阿妹的妈妈嘛 每次都是生病了嘛 他又想得多一个人把这些孩子拉扯 大也不容易 最后他 就是他 你 就是牙里面的那一天他都觉得嘛 他爸走得脏 我再怎么样哈 把他们扶牙扎蛋 就就算是 有一种剪透了的嘛 所以你就还是说了你妈妈的心愿嘛 你看他这几天都病得越来越严重了 然后你在家下他那么担心你 到处为你着想的那种 他病情会越来越严重了呢 反正你也不小了 阿妹他知道的 他自己知道 王飞哥对他是不是真心的 他自己是最能体会的 你们问他嘛 对不对 他自己是最清楚的 谈恋爱的时候智商都是维尼的 这种事情我比他更清楚 那我一直都知道的嘛 嗯 王飞哥对他真的是 准不准习这个事情是 说不准的 他们才在一起 而且你不要说一开始就说什么 呃 王飞哥有没有说过要娶阿妹 要娶阿妹肯定是要娶的 但是 可能不太像你们这一边 你们这边的话可能订了 订了啊没多久就订日子就结婚了 但是我们的话可能还要 但是要有人礼貌一点 问题是他的情况跟别人的不一样 你看他爸爸又走得早 妈妈又生病成这个样子 小小这样的 可能你也是汉子嘛 你对我们姻祖 确实不了解 我们姻祖是这样的哈 如果是不娶他男女朋友走在一起的话 以后别人也会说邪话 而且以后的迷生也不好 肯定会娶他的 嫁出去的话也有点难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阿妹 你还是想好真的 找个诚实一点的 稳重一点的 配得上米特军的 那个我妈妈 那个是那样子的 王菲为什么 就是王菲哥为什么这么久 你感冒什么都不来呢 然后也不问个电话 电话是打过了 只是我没跟你说 只是没跟你说 是有打电话的 没有不问不问的 没说 然后一个都没打过 打了的 经常给阿妹打了的 他只是没跟你打 你看你 我怎么可能会 怎么可能会骗你呢 对吧 家门他们都觉得 王菲哥这几天 他们都觉得 王菲哥这几天 我感觉被王菲给洗脑了 一直都在说王菲的好 吃阿妹 把那一鬼泡泡成绩 从前往他哭了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吗 我们在一起 快一个月了 但是我们这 才一个月 才一个月 他们互相喜欢很久了 只是说正式表白 有一个正式表白吗 那句话怎么说 就是谈恋爱都是从一束花 开始表白 开始吗 那个时候才表白 不是说那个什么 一看到就在一起 他们也是认识很久了的 互相喜欢很久过后 然后现在王菲哥 给他表白他们在一起的 王菲哥 如果他回来的话 肯定会来看阿姨了 然后看一下家里人的 他现在的话 真的是没有抢得机票的原因 不是说不在意你们 不在意阿妹 找的话也要找一个阿妹喜欢的 我要被他真正喜欢阿妹的话 我们是这样的嘛 你光阿妹同意也没有用的 首先现在阿妹的妈妈已经生病了 她最起码也要来看一下吧 而且第二的话 他最起码也要来问一下我们 我们家庭的条件 了解一下我们这边的情况 不能说是 只有一句我喜欢阿妹 就可以的那种那种是 他不是的 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给他表白 他给他表白的时候 就已经是想清楚了 以后是要结婚的 才会给他表白的 王菲哥是这样子的人 什么 不是说就表白一下 就说谈谈朋友什么的 什么的 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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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今天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 王菲哥是个很认真的人 你们 你不要给我妈说那些 是 不是你说的那种 对吧 家伙 你过来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团姐 谢谢 你过来嘛 哎 暗死了 你干嘛嘛 没事 我 你这么说了 我妈说 这样子嘛 你们觉得王菲哥 对阿妹是真心的吗 现在阿妹的妈妈是特别的担心 嗯 就是好 她身体也越来越不好 然后年龄也有点大了 所以她 希望阿妹能够 找个城市伟重一点 对她 就是 嗯 想结婚为 为 为那个的 人来 人来娶她的那种 你们觉得王菲哥 会娶阿妹吗 家伙们 你们觉得王菲哥 会不会娶阿妹 给表姐看一下 是这些的吗 但是 对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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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